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像一种职业 什么 房产中介 是 我就是干了很多门的房子 是干房产中介 是吧 对对对 干得不错吧 还行 还行 有多行 说说你的业绩 480万 480万是几套房子 基本上是12套新房 两套二手房 那你怎么卖的呢 有什么故事呢 故事很多 比方说我遇到了一个比较难缠的房主当时 这个房主人在江苏 是买了一套房子之后作为投资用的 当时这个房主和他的老婆也是在闹离婚嘛 所以说意见很不合 然后就是他老婆想卖120万 他就想卖到110赶紧出手了 就可能要转移财产嘛 是要离婚 对 然后当时是附近学校的一个校长 已经看好了这个价钱 我深夜去带着他看房 深夜谈得半夜里谈成了 结果准天早晨这个房主就来这闹了 定届也就好了 他老婆来闹 对 他和他老婆都来闹 结果我欠好的一单就那么吹了 但是我没有灰心 我又继续在我同样的盘里 去给这个校长去找这个房子 就找了一套同等户型 但装修会比这套房好一点的 结果这套房标准130万 我没想到校长会成交 校长就问了 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这个房子第一 我很看重这个户型 第二我也看重楼层 第三我看重的是小顾你这个人 你是个傻人 我也不知道我是个傻人 就是我是个比较 可能我是个 就是这件事情当中 你弃而不舍 对 你卖了480万 奖励了你多少钱 我当时拿到了 提成是在37万左右 37万 然后当时的最佳出荣奖的奖金是2万 39万 对 你那会儿年纪多大 24万 20 39万好多钱 对 咋话呀 飘呗 咋飘啊 吃喝玩乐 但是我也留了将近15万吧 在创业 吃了啥 山珍海味 一桌多少钱 四五千基本上常胜 一桌四五千 请谁吃 就是一帮朋友 吃四千多喝啥酒啊 就是啥酒都喝呗 摩台 五粮夜 金南车 啥 天 灶 吃喝玩 你玩了啥呀 玩 各地都去看看呗 买了啥呀 买了车 买了房 这39万 挺精花的呀 你买了啥房啊 我又是 我不是这一个月光正 我还有其他时间正 买了啥车 啥房 一辆十六七万左右的 SUV啊 对 然后买了多大的房 一套五十七平米的公寓吧 人生赢家呀 二十岁 没有 兜里有十几万存款 有房 有车 喝茅台 五粮液 造海鲜 你可飘啊 十五万创业干的啥呀 当时做了一个文化传媒的项目 初期是想拍一个 打造一个天津特色的本土化的微电影品牌 做的怎么样 现在我这个项目年利润在三十五万左右 可以呀 小子有眼光啊 这项目是你自己找来的吗 这个项目是我和另外两个小伙伴吧 你主要负责什么呢 我在团队里就是一个CEO 初期项目整个的是我策划 然后我负责去联系各种的合作伙伴 然后还有一些平时的一些 关于以方客户的一些维护 然后都是我在做 今天有什么特别想去的企业吗 法国梦泉 这么明确 为什么 你跟化妆品好像没啥关系 第一我想挑战一下新的行业 第二吧 主要也是因为东东姐 据我所知 18年的时候和我另外一位偶像 就是吴小波老师一起去了日本 而且我猜想的话 东东姐和吴小波老师一定也是好友 我最终的有一个不纯的目的就是 我也想通过东东姐 见一下那个吴小波老师 再一个是 我觉得 东东姐就是个中介 不不不 我觉得法国梦泉的修肉里面 和我未来职业发展的规划 会很相符 虽然说东东姐是品牌创始人 但是法国梦泉是一个 百年 有百年积淀的一个品牌 百年 你哪听出来它有百年 不是 它的产品 还有一些东西都是在 很早的是被欧洲一些皇室所用的 它是通过 有多早 180几年吧 1804年 我们的配方是来自法国 对 它了解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我问你个问题 你是做电商对吧 对 那今天如果让你投资 如果今天吴小波投资 第二 张大义 对吧 做服装的 你觉得这两个你愿意投谁 吴小波 为什么 因为吴小波老师 他很多年前在杭州自己买了一座岛 这个岛当时市值值一个亿 现在这个市值已经翻倍了 翻了N多倍 就是你是认为是说张大义对你没有吸引力对吧 对 你是因为吴小波个人人格魅力体影响你对吧 只有一部分 我告诉你个事实 吴小波一年带货两个亿 此时此刻公司890 以16亿的这个人币卖给个教育公司 张大义一个号带货十个亿 现在这个公司直接上市了 而且阿里参股 阿里参股的公司我绝对不会感兴趣 为什么 某些原因吧 你跟马云有仇 没有仇 就马老师有一些见解吧 对我们新时代的一些95后 00后 产生了一些挺不利的影响 我觉得你在把马云的话的这种 截篇断意啊 和你刚才对一些企业的片面的了解 然后其实我感觉你在对人和事情的判断上 都是比较偏激的 或许是因为某一个点 是 他就会做出一个你的这个判断 那就是你的判断不准确 另外是矛盾的 他一边想做电商运营 一边对于阿里头的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那对于电商运营来讲 我想问一下某宝现在是不是最好的 你认为 是 那你想做电商运营 你觉得他的哪些东西 你要不要去借鉴个学习呢 要 那你刚才表示的观点 跟这个有冲突吗 我觉得没有冲突 因为某宝不是他一个人在做 某宝背地后还很多团队在努力 那你对他的领导力 那为什么这么多厉害的人愿意跟他干呢 领导力也不是他自己 而且他的领导力已经把当时的十八罗汉 已经领导出去了 说实话我觉得你说话特别没有逻辑 而且满嘴跑火车 你开始我一直没说 我觉得印象还好吧 他越往后越听不下去了 你说我觉得你说的才没有道理呢 人家二十二岁有自己的个性和见解 我就是不喜欢马老师 他有 刚才图老师也讲了二十二岁 但他是九四年 二十五岁 对啊 二十五岁了 你到底二十几岁 二十二十四 那你为什么写二十一九九四年呢 九九年 我写的 九九年这是 我的身份证号码是九九年 身份证号码是九九年 那你为什么写九四年 你改过身份证吗 户口晚报的 我跟你说吧 就我刚才说的问题 他做事一点不严谨 满嘴跑火车 不是啊 你还说人家不严谨 你有什么诚服 你说话有哪里有严谨 就这么说吧 我很少见到一个逻辑的话 是从东边飘到西边的 我今天是见到了 最混乱的就是来我这应聘 是为了吴小波 你承不承认 你刚才表述逻辑混乱 承认 混乱在哪儿呢 我们自查自究一下 第一 我不是因为单纯地 喜欢吴小波老师 才去东东姐那里应聘的 然后第二 确实我是特别喜欢 法国梦泉这个品牌 然后第三 我确实是挺喜欢 东东姐这个人 你喜欢法国梦泉的什么 一个是理念 一个是 什么理念 产品理念 它的产品理念是什么 就是那么一个百年的机店 还有呢 产品理念说的是 产品理念 还有就是 我妈现在在用的 主要也是因为我 你看你说不出产品理念 我这个人就 什么话都往外 有点 就是没有特别理解 但是特别想表现自己 要求薪资 四千加 四千加 没有低于限制 最好在 北江或者天津 目标企业 何东东 对 其他地方不去 去啊 也考虑是吧 对啊 好 来第一轮选择 去国流 还有八点 万幸的是 何东东没灭的 好 来 天生 来 我们进入职场 情商课堂 同事火急火燎的 找你帮忙 帮到一半 需要跟他沟通的时候 又找不着他 你还会继续帮他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找我帮忙 肯定是他事先想好了 一些事情的 一些程序 还有一些计划 如果说有两种可能 第一找不到他的人 我想办法先去联系他 联系不上他的话 我不能自己去替他 做任何主见 因为你可能会 受了一副讨好 如果这个同事 是何东东呢 不会 也不帮 对 原则问题 原则问题 因为最后的结果 不是他想要的 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先说一个 关注圈跟影响圈的概念 那比如像刚刚您讲 这个马老师也好 这个吴老师也好 这属于关注圈 就是说你平时关注关注就好了 影响圈呢 是你身边能够 影响你的人 但是在你在回答 这道题的时候呢 是做得挺好的 因为这个有的东西 你可能影响不了了 对吧 你想跟他重新联系上 那又联系不上 那假设是说 当时的情况是 他让你做的 你做完了 剩下的你的确帮不了他 那这就是你 影响不了的部分 那你就 就关注就好了 那实际上 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 这样的一种习惯 推而管之 对于你生活中 你影响不了的事 你就不要去影响它 有的东西 这不是我们能够去影响的 这么个概念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他在评价那些事 像马某 这些事的问题上 他好像有点 没有自知之明 但这一点问题上 他又明哲保身 好像有点矛盾 其实也不矛盾 就是说对于他来说的话呢 处理这个身边的小事 本来就是在他的 这个影响圈的能力范围内的 那个事呢 是属于超出了他的范围 那随便就会显得 进退的都有点适当 任何问题 我觉得其实不是原则性 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现在同事很 着急地找你 那这肯定非常重要 但你都帮到一半了 你联系不上他 有可能这个时候 同事有其他什么情况 或者是联系手机失联 或者怎么也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涉及原则性 而是在于一个选择问题 所以我觉得 你这个问题回答不够真实 确实体现出来 你可能就是 有一点跟你前面回答 和你的立场 是很矛盾的 杨蓉我没觉得 他不真实 我倒是觉得 他可能有着 他的聪明 机灵 但是他也有 他的功力一面 对吧 如果说今天你 我是朋友 我是同事的话 我帮人帮到底 那是我的一个承诺嘛 那你现在是 不管是你对 吴小波这块 还是这个 你透着一段 小小的功力 对吧 如果有风险 我就赶紧泡了 我费力不太好 对 这个可能 你有点太聪明了